我們來看一下 WebDuner 主要有三大平台 剛剛我們玩的是這個模擬器 那麼一般的還有一個免註冊是叫 Plugin 它有比較常用的這幾個元件 當然你要更完整的我會建議到右手邊這個 就是雲端平台 不過這個就要註冊 這就要註冊 所以我們先從左手邊的來 你從這邊點進去 這樣就可以進來了 那它跟我們剛剛模擬器有哪裡不一樣 有 我把它拉出來 我們左右比較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們剛剛模擬器在這裡對不對 這樣你看一下 這裡我先關掉 記得你程式要先停止 關掉 關掉 你看這個區塊跟這個區塊 有沒有發現Block裡沒有那個模擬器 沒有那個方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模擬器裡面沒有這個 這裡才有 這邊沒有那個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功能 就是 WebDuner它本身有提供一些 已經寫好的程式辦理 如果你真的很想偷懶的 就從這裡載入辦理 這樣連程式都不用寫 這樣了解嗎 了解齁 這個我 我有寫一篇部落狗文章 這個當然也要寫部落狗文章 你看這裡 有一個叫做 這裡有沒有 如果連測試的積木都懶得寫 已經懶成這樣子 有沒有 你就從這裡 但是要注意一下 點這裡跟點這裡不一樣 你看喔 我上面有寫喔 上面有1跟2 你看我一個是點後面 一個是點前面喔 那這兩個哪裡不一樣 我給你看一下 這邊的 加上 這邊的 好你看喔 如果像按一下 假設我這邊 我已經有這個 幾個積木 假設我已經有幾個積木 我把它丟進來 好 我來這裡按一下 如果我按的是前面這個 這樣子代表 用這個辦理直接把我 現有的辦理直接取代掉 所以他會問你說 今天啊 這樣有看到內容了齁 所以如果你按確定 這個就會消失喔 我原本的就會消失喔 原本馬上就不見了 就變成他的 那相對的 如果說欸我已經有了 可是我只是想借用你的 來參考一下 你用右邊的 那我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 原廠的範例是放在旁邊 給你看 你就可以放到你自己裡面來 這樣有沒有了解 兩個不一樣差別在哪裡了 所以點前面跟點後面不一樣 好 這是 這一個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除了這裡不一樣 左手邊好像也不一樣喔 你看這邊 你看這邊 我們模擬器裡面 它的原件比較少 所以是不是直接就出現在這裡 出現在這邊 可是呢 我們的一般的比較標準的 它就有分 原件 傳感器 資料庫 有沒有不一樣 那這裡呢 什麼叫原件 一般原件只能就是不會回傳素質的 比如說像燈開了就開 關了就關嘛 好 像風鳴器也是這樣 叫就叫啊 不叫就算了 對不對 好 那這種的呢 我們一般把它放在所謂的原件模組 那 傳感器就是會回傳素質的 比如說像超音波 它有距離 溫濕度 是會告訴我溫度跟濕度 好 所以這兩個 像這樣的它就會放在這邊 另外呢 跟什麼 跟資料庫有關的這裡有 不過如果你要跟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應用裡面有跟Google試算裡面 就是那個Excel一樣 有沒有 結合在一起的 要在正式版裡面才有 就是那需要註冊的那個版本 好 註冊版本才會有 這樣了解嗎 最後一個不一樣是在這裡 就是互動區 我們 在 模擬器裡面 互動區有沒有 是一次全部顯示出來 但是呢 我們在標準的這邊 標準這邊 如果你燒杯沒有打開 有沒有發現這裡連出現都沒有 如果你有打開了 如果我是文字 就只有文字的會出現 就看你用到哪一個 其他的沒有用到的 他就不出現 這樣有清楚了齁 這是我們主要不一樣的地方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麻煩各位 你先進到27頁 把我們標準的這個打開 好 我們利用這個時間 先休息10分鐘 謝謝大家 可以請問一下 好 我會特別請問好